因為最怕的就是說 全醫爭取到後來變成 只是單純立場上的衝突而已 然後但是最後要爭取的事情 就不了了之 你現在當衝突的最累了嗎? 還是身體上的這個疲累是很 因為他基本上他是 我覺得這是勞工 他非常勞力度多 對因為你必須要 你還要化妝 你不是說穿得很輕鬆去做這件事情 你要穿單數很高的 100單、120單的那種 那種很緊的褲襪 然後 要再穿高分鞋 站在背景上面 有時候會到18個小時 就是說從你化好妝 踏出將門內科開始 然後你必須先會議啊 然後呢 弄好這些參盤 什麼的 然後開始Welcome 看你的Guest啊 然後都真的take off這些 然後足入他們 然後到降落 到你終於又踏進你的下一個休息的地方 那個其實時間是非常長的 對啊 那即便中間有休息時間 他其實也是 也是很 也是很蠻緊張的 對 比如說你回到 看見啊 那個 褲襪坐下來啊 然後就鞋坐下來 你就看到那個 腳啊 就是這樣 揪成一段 因為那個褲襪的單數太高 對 可是那是 制服的一部分 對 然後你看到你的腳 全部都變直 腳腳會變正方形的 腳腳腳 對啊 而且很難伸開 因為它整個都被 黏在一起這種感覺 非常難伸交小腳 而且那個腳石頭 公室也都會外翻 所以聽到有人 他都在罵 說恐服員 你根本就是指小公爵 彼此真的不了解 當然 工作的內容 跟生活形態 其實想會 但是我又覺得 大家會這樣講是 也不是情有可原 那個叫做 我總很頑固這樣講 因為恐服員跟 也義人也一樣 是一個需要維持儀態的工作 可是在 維持遺態的背後跟你副底下 他有多少心酸 那這人家一定不知道 如果被說是小公主啊什麼的 我能理解 因為我可能曾經也非常想過 對啊 就是 尤其是他們下班 拖著行李出來 一隊伍人非常的氣派 所以因為我曾經是用過小公主想 那我就進去之後 再朝著那個原本的那個角度 發送訊息 就是不是這樣喔 不是這樣喔 我以前在做公開的時候就蠻喜歡 蠻喜歡跟客人聊天的 空空好 對 就是聊說 我們實際的動作情況會怎麼樣 通常都是在廚房準備東西的時候 你們在弄咖啡啊 或者是整理東西 然後客人可能在旁邊等廁所 然後無聊 他就會 通常是那個實際在講話 這也太正啦 有媽媽跟阿姨也會 覺得複色好媳婦 好啦 今天那個PK賽 我們沒有欠時間 那我們現在要PK 一家裡面 八個小時 可以可以可以 最開心就好 好好好 加油 家家 開始 啊 加油 進了 進了 很開心 嗯 delicious 打爆豬先走 再走到巧克力頭 再最後加棉花糖 可是蠻好吃的 對 我覺得蠻好吃的 了 moi 好 我 雅 打爆豬 打爆豪 玩 打爆豪 打爆豪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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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感谢观看